打新冠疫苗 避免染疫重症 但已有人接种后 出现严重不良反应 家属申请受害救济 却遭不回 打疫苗有一定的风险 就是他们自己讲出来的话 因为我们回顾是 申疫苗没关系 我说这个政府 这那责任都没有 黄信也若生 在去年9月10号 接种高端 6天后贪软昏迷 20号申请疫苗受害救济 却没通过 半年过去了 他回家休养 但生活无法自理 都没有 因为你不能研瘾 不能吞练 图山广川医院营运长 城市经典出 政府现行疫苗 接种受害救济制度 求助无门 申诉反锁 等待太长和判定太难 归大四大问题 必须解决 政府的做法完全相反 非常的严格 拖拖拉拉 不情不愿 影响民众的信任 接种的意愿 目前申请疫苗 接种受害救济 通过最高补偿金的是 桃圆市余姓民众 打AZ血栓 获赔90万 今年1月 也有民众达莫德纳 7天后感染 格林巴黎症候群 获赔40万 还有一名男子 达莫德纳 4天后死亡 获赔50万 截至今年2月17号 累计申请 4485件 只审完294例 进度只有6% 还有超过4000件 待审 受害救济审议 一次开会 平均审议3件 待审了4000多件 需时开140次会议 恐怕还要再等5年多 才能审完 但是慢 我们尽量改善 国际来比较 也不是特别的慢 尽管指挥中心 回应会改善审核速度 但专家认为 疫苗受害救济 通过门槛太高 只会影响疫苗打气 难以提升 记得向洪如 曹赵人台北采访报道 轻松拥有五星级的享受呢 买这个就对了 因为它可以拌面拌饭 然后呢 你烫青菜 加一条这个 或者是吃火锅 加上一条 都能够增添你汤头的风味 好 现在哪里购买呢 这个地方 有我们QR Code 来扫一下 就可以到快点购 网站上头